你靠前面 我要靠 我的衣櫃 沒事 沒事 過去 我們要去 男友酒駕被抓 黑衣女從一開始 撒嬌哀求 到後來失控暴走 看來我給你男朋友 我要去 他砸你是不是 原本帶回酒駕男 案件就能搞定 平平女友鬧不停 失控襲警 你幹什麼 你砸我門是不是 沒有 他只是 你砸我門是不是啊 妨害公務一秒被壓制 像這樣的案件 簡直是玻璃市大人的日常 被偷襲 不配合辦案 更誇張的還常有原警 事後哀告執法過當 基層原警 吐露心聲 真的有夠無奈 最小從被開單 到被警察抓 射案 你對他來講 他當然不高興啊 那有時候他會把這個情緒 去轉嫁在執法者身上 原警如果因公哀告 必須要上法院 可別以為是賺了一天的公假 因為手裡的案件 量還是一樣多 必須要另外花時間處理 反過來告我們 好像變成我們變誣陷 到庭上之後 反而變成我們好像栽贓 或枉法 我們是當庭從執法者變被告 那個感受是非常強烈的 原名保姆也有無助的時候 系數近七年 因公設送 申請補助就有126件 有分局督察私下說 很多明顯爛訴 根本不會陳報上去 連督察自己 都可能跟著挨告 背後暗藏黑術 難以想像 你要我執法的時候 把我當公權力 是國家的先鋒 但讓我被 不理性的民眾告的時候 卻讓我變成孤獨的被告 這是很不公平的事情 雖然有企業慷慨解囊 捐款停警察 但遇上濫訴 消耗掉基層 玻璃勢憧憬熱情 對社會治安 並無注意 藉由謝耀珊 吳欣倫何慧榮 泰國報導 捍衛言論自由到底 搶救中天 台灣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請立刻訂閱 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 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